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防御产的回归室 我们这一集来跟各位报告说 2018年防御产的发展趋势 那有些什么重要的指标 我就把他列了10点 那我们再先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64X就是表示什么 其实这是我们大概10年来都有这个问题 房价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的租金一直上不去 所以房价租金比分子是房价 那个分母是租金 去已经64年才能够完本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全世界各国在比较的时候 全球房地产指南有去比较过 结果你就发觉说 他通常都是用大概100个人最高房价的城市去比 结果我们排名第一 第一是64年才回收 所以你几乎看不到国外的一些 资金进来投资台北市的房价层 第二个数据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1.57% 你的投报率 毛投报率 1.57% 所以这个是全球最低 这个数字全球最高 这是最低 另外呢 45%是什么 是房地合一税 编辑税率最高税率45% 这个一年内你卖掉 45%的税 就是卖出买进的价格 这个差价 那如果两年以上就35% 用这样子跟你去算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三个数据 使得台湾的房地产被打爬 我们不是说赚成高房价 是说如果有外资进来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在很多地方稍微放松一点 而且让国人的这种 我们的持有税等等不要那么高 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啦 所以这个之外呢 我们可能再看到说 第二个问题是税制结构 我简单先念过一次 后面我们就来说明一下 税制结构 那就是他的持有税 交易税 资本利率 这边税是10颗 房地合一税45% 那你的持有税就是房户税 地价税 都更以后 这是最大的问题嘛 然后再来 交易税就是7税 那当然你卖方 还有那个 这个是财产交易所的税等等 这些 好 那我们会注意到 那你那个 还有那个 土地政治谁呢 另外呢 我们看到说 账力 那我们讲这个是讲说 十大指标在演判近年度嘛 因为这三个数据 所以房地产市场是低迷不振 那当然呢 以近年度来讲 它基本上 应该还延续2017年的 它价是跌 今年依旧是缓跌 那量 量会维生一点 以前年27 二十四万五千多物的交易量 它这是 创二十六年新低 去年2017年可能是二十六万或是多一点点 这个数据 虽然所以它价格仍旧在跌 但这个量呢 微微在升 就是让利的关系嘛 然后再来 就看到了说 那这个部分 在于去年度可能是二十六万多户 基本上可能会创十六年新低 所以这也是很低的一个数据 然后中间让利 就是有一个大问题是 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认知差距 就是到现在为止 买房仁的信用再自己再印 但是呢 我要卖的人就说 哎呀 那我好了 我们就按照实际家当中 我加个百分之十 然后买房仁的信用说 因为大家都讲说你跌了八成 被跌了两成了 那你要大八折嘛 所以中间就说 这个实际家登陆 我要卖的人 都加个百分之十让你杀价 你要买的人就说 那降低百分之二十 那杀价的无度空间 那认知差距就百分之三十 那么重点是说 什么时候归零呢 显然的二十一八成 不会归零 那继续下去就变成说 你的价值 晚跌 量 尾声 尾声是因为 很多小平宿 比较中低价位 它一样在跌价 很多人都可以 为什么会有 交易量会大一点 因为 大家 想在跌价的过程到一个街 我就赶快进场 可以买到 比较好的位置 包括捷运沿线 对不对 之后我们会来讲捷运沿线 那很精彩 捷运沿线有100 一百零几个站里面 那个是 它的价位 你把它 这个 它的分布情形把它解析一下 那很精彩的 那接着下来 我们看新城屋 区块快不快 因为让利没有结束 它的区块一定是 不够快 所以包括银县石 或说我们现在 全台湾还有 七万两千多户的 那个城屋 还没有卖 当然 还 我想整体的讲也会更高 好 另一个重点是 建造跟制造的交叉点 现在看到那个图示 使用制造的量 上来 建造会比较低 以前的景气 建造制造在上面 使用制造在后面嘴 现在 因为卖不掉 建造申请量就少 使用制造就增加 表示景气要恢复 没有那么快 再来看法院拍卖的 那一部分的量 到底增加了 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很明显的增加 表示说这一波 真的是很多的线商 赚了不少钱 所以 尽管这景气不是很好 它可以撑得过 但是如果从买方市场 转到卖方市场 没那么快 现在还是买方市场 才刚讲 认知差距38 那另一个重点是说 现在要仿泛的是什么 从两个角度看 一个是政府 一个是民间企业厂商这些 建商是流动性风险 如果你卖得不好 就会有资金调度的问题 所以目前为止 重点有零零星星看到少数地点 比较不好的那个建案 甚至于建商倒闭了以后很少 所以流动性风险现在还没有出现 那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就不会产生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 如果像2008年 就是201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看到美国 那些所谓的 这个 这个 退票 倒闭情势 那这个问题来讲 在之后就衍生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化销 所谓的那个 房贷的问题 那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金利美法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房地美 房利美 发生的问题 引申出来的流动性风险 跟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 造成一百多年历史的那个 黎曼兄弟的公司被逃避 那就是 现在正在防范的 所以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 那个 综艺行一直防范的 就是不要进入 硬着路 转着路是OK的 所以 我们现在进入是一个转着路 没有到硬着路的部分 但是 未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 这样下来处底没有 是 去年就处底了 他的观点就是说 去年 比如说已经二十几万户了 前年二十四万五千多户 去年如果是二十六万户 二十六万多一点 也许二十六万到二十六万户之间 这样子上来 如果接着下来就上来 就是认为说 可能在去年就已经处底了 好了 没有关系 但是 你即使是处底 它不会马上翻盘 因为中间一定要盘整 所以盘整的结果呢 我就认为 它应该是 大U型的谷底 就是说 你从 二零一四年之后 五一五一六一七 那最少有三年的不景气 所以未来三年呢 还不太可能大不完蛋了 基本上这样 有的话也是区隔产品 比如地链特别好的 或者部分的豪宅 也就是精华定端的一部分 我想从这样的角度 就是说 这十大指标呢 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们就先跟各位报告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